好 另外来看到寿风乡长候选人登记1号的曾淑义车队 20号的下午在寿风乡北区以及水莲 沿辽海线的村落向乡亲寻求支持 呼吁乡亲寿风建设不能停 服务不能中断 集中选票来投1号曾淑义 曾淑义在家人刘幼宗以及寿风乡农会理事长吴永仁 总干事黄启祥 常务监视许静心以及志工团队的陪同下进行扫街拜票 曾淑义说当选后会全力配合县政府县议员 乡邻代表村长找资源把建设留在寿风 这次乡长的先提剩下三天 我们是最后的充滞 感谢各级的单位能够支持 那有我们农会的三季头 还有各头目 还有我们各地方绅士团体来支持 让我有信心 下一届这一届能够再继续 延续我先生的建设以及服务 我一定会跟村长还有代表会 还有预言还有花园县县长 我们江公所一起来力争我们中央的敬畏 依注到我们寿风乡 还有各部落来争取敬畏及福利 曾淑义说竞选期间 他带领竞选团队的义工 已经用双脚全乡大扫街三次 并强调他也不是选举才出现 农业系统到现在四十多年 在寿风的每一天都有真心为民服务 希望乡亲集中选票支持一号 让服务找得到承诺做得到的曾淑义 来为乡亲服务 记者刘明胜瘦波箱采访报道 欢迎 Library e加点 居inka查看